玩家在探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品 于是便将它带回了住所 没想到竟为自己引来了嗝屁之祸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 请大家多多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咱们马上发车 玩家的住所在一处空旷的草地上 玩家正站在屋内无所事事的向外张望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不远处的高山上 有一棵高峻挺拔的树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从来没有在MC中见到过这样的树 于是他决定朝着这棵树的方向 去查探一番 慢慢靠近后 玩家发现了不对劲 这附近都是云山树 为什么这里会生长一棵橡树 而且位置还在高山上 这正常吗 说它正常吧 它也不正常 玩家思索了一会儿后 认为由于这里离平原生物群落很近 所以也许他碰巧在生物群落的边缘长出来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呀 随着玩家距离这棵橡树越来越近 很快他便爬到了山顶 而再次看向这棵橡树时 一旁的唱片机引起了玩家的注意 这儿怎么会有唱片机 有些诡异 玩家抱着好奇的心 将这个唱片机装入了背包 但是当他拿起这个看似是唱片机的物品后 发现名字不对劲 名字叫做 蠕虫罐 What 蠕虫 玩家有些不知所措 他随后又在这附近探索了一会儿 很快 天色便暗了下来 即将进入黑夜 玩家也赶在天完全黑之前回到了住所 回来后玩家将这个诡异的唱片机存放到了物品箱内 街里便出去与小江们battle去了 夜晚不入睡是玩家一贯的作风 大约过了五分钟后 住所周围的MC怪物也击杀的差不多了 玩家也累了 他便打算回屋入睡 前方刚到预警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一打在弹幕上 胆大的赶快将二打在弹幕上 麻烦打一的保护一下打二的 再次回到住所后 玩家总感觉心里毛毛的 感觉接下来可能有事发生 他忐忑不安的再次下入到了储藏室 小心翼翼的打开了储物箱 发现唱片机还在 这下他踏实了许多 玩家觉得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 也并没有什么异常出现 所以他决定把它当作唱片机 摆放在住所内 但是摆放在哪呢 玩家思索了片刻后 决定就摆放在自己的床旁 但也正是这个操作 让玩家接下来 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摆放完后 玩家还是没有打算入睡 而是去住所周围 又转悠了一会儿 确定周围一起安全后 这次他才放心的回到了卧室 可他刚按动鼠标又见入睡 左下角便提示 你已经完成了新成就 甜美的梦 什么甜美的梦 接着玩家便开始遭到了攻击 他想取消入睡 但是系统提示 无法醒来 蠕虫在床上 就这样玩家躺在自己的床上 遭受着连绵不断的攻击 再次看向自己的床 玩家惊呆了 很快 他便迎接了格尔屁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本期又是一期单人无魔组生存 玩家依旧是从网上下载了一张MC地图 进来后已经是黑夜 玩家的住所在一片积雪的真夜林 入睡后 他很快便度过了黑夜 一大清早 玩家便划着小木船 准备展开对这张地图的探索 探索了大约五分钟后 周围并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玩家打算回住所 可刚回来 不经意间在不远处的冰面上 发现了一只行为古怪的羊 为什么说它古怪 是因为这只羊有名字 Hurry 这也不是人名 这是匆忙急忙的意思 大家跟着我一起读 Hurry名词 匆忙 急忙 动词 赶快 匆忙 做某事 莫非这是地图制作者设计好的 但是玩家明明记得之前这里没有羊 玩家思索了片刻后回到住所 拿出了拴绳 打算将这只匆匆羊圈养回家 但是奇怪的是 拴绳都快扯断了 这只羊都不走 玩家已经气急败坏 这该不会是个道具吧 算了 不费那劲了 玩家回到了住所 可等了没一会儿后再次出来 那只匆匆羊竟诡异的消失了 这就有点离谱了吧 这张地图还真有点意思 玩家越发的对这张地图充满了好奇 他趁着天还没黑 想出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果不其然 很快一头行为古怪的牛出现了 他也有名字 叫Leave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地图中频繁出现这些古怪的MC生物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读 Leave动词 离开某人或某处遗弃 丢弃 名词 休假 假期 不出意外的话 这头牛牛也无法被拴绳拉走 玩家这次学聪明了 他立刻返回住所 灌了一桶岩浆过来 小艳儿 你给我装死是吧 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道具 结果岩浆浆灌上去后 这头牛牛竟然受到了灼烧伤害 但就是不嗝屁 你们说这奇怪不奇怪 玩家在一旁看呆了 同时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玩家打算回去 但走了没几步后 他打算再看看那头牛 果然 牛也消失了 What the hell 游戏气氛渐渐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 玩家还是赶快回到了住所 回来后打开屋门 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映入眼帘 玩家先是一愣 接着本能的捡了起来 只见这颗钻石叫做Rich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Rich 形容词 富有的 非常有趣的 名词 富人 有钱人 为什么这里的MC生物 以及MC物品都这么古怪 这张地图内还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玩家打算睡一觉起来再思考 可是 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他无法入睡 原因竟是 点点点在附近 点点点是谁 玩家开始慌了 他犹豫了片刻后 壮着胆子走出了住所 依靠着火把微弱的光亮 他在住所附近进行了一番排查 好像没什么东西啊 一切正常 尤其是和平模式 玩家再次返回了住所 将床拆了 带到了之前 发现那头牛牛的地方 这里总该能入睡了吧 可结果依然是有 点点点在附近 玩家的恐惧感上来了 他再次背着床 跑呀跑 跑到了一处冰面上 然而这里 依旧不能入睡 玩家放弃了 他再次回到了住所 可这次回来 住所的屋门打开了 What 谁把住所的门打开了 玩家忐忑地走了进去 发现自己中的仙人掌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移动了位置 此时的游戏气氛异常的寂静 寂静地让玩家感觉后背发凉 他再次怀着忐忑的心下入到了卧室 下来后 一张灰色的床溢入眼帘 怎么会突然多了一张床 是谁放在这儿的 也就是说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 有人来过自己的住所 玩家再次跑到了屋外查看 说话间的功夫 前方的树旁就出现了一个身影 玩家很确定 那像是一个游戏玩家 他赶快追了过去 但过来后 这个身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玩家便在这里 展开了地毯式的追踪 他又来到了牛牛消失的地方 那个身影再次出现 可一眨眼的功夫 便再次消失 紧接着 玩家又回到了住所 这次的住所内 多了很多告示牌 上面都是一样的内容 点点点 玩家头皮有些发麻 下入到卧室后 床旁也出现了告示牌 玩家忍不了了 他绝第三尺 想看看床下面 有没有什么机关 但是显然 没有 很正常 所以 那个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玩家被逼无奈 他将这张灰色的床 扔进了岩浆 他本以为这样 就能解决掉问题 殊不知 自己酿下了大祸 前面刚到预警 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的 赶快将五瓦超牛 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烧完了床 玩家再次走出了住所 而这次 他在不远处 看到了那个害人的身影 他被吊了起来 他的样子很无助 很可怜 玩家竟萌生了一丝同情 玩家尝试将他解救下来 但是下一秒 他便消失了 玩家内心防线 彻底是崩塌了 他赶快跑回了住所 下入到了卧室 等待了好久后 天还不见亮 玩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打算出去看看 可他 出不去了 屋门口的告示牌上面写着 你无法离开这儿 离谱的是 玩家真的出不去了 而且他也无法进行挖掘 似乎游戏模式 变成了冒险模式 玩家在屋内一番抓狂过后 意识到危险可能来临了 玩家最后的命运如何呢 请跟着我一起读 隔屁了 后来玩家上网搜寻了相关资料 那个神秘的实体 叫做Lost Sliver 今天的故事 跟一个红色的史蒂夫有关 本期是一期三日生存 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开始 先让我们聆听这动感的音乐 跟随着玩家的视野 去参观一下 他们在这荒漠戈壁 搭建的三人基地 集地外面是一望无际的红沙漠 仙人掌随处可见 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什么版本了吧 周围有很多座高大的山脉 玩家们还在这里 圈养的有马儿 并且这里的每一批小马鞠 玩家们都赋予了他们名字 玩家骑了自己心爱的小马儿 策马奔腾 潇潇洒洒 渐渐的西洋西下 天色也暗了下来 突然 玩家在不远处的沙地上 发现了异常 过来后看到 是一些红石块 玩家看到这一幕 第一感觉是不太对劲 他立刻在消息框询问朋友们 是谁在这放的红石块 但是老八和老六都说 不是自己放的 玩家赶快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基地 回来后 只见两位朋友正在搭建玻璃温室 这是他们用来种植庄稼的地方 玩家很着急 他顾不得解释太多 便让老八和老六跟着自己 可这次过来后 玩家发现红石块的数量 明显比之前多了 并且顺着这些零散分布的红石块 很快更多的红石块出现 这看起来有些奇怪 三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们三个互相看了看对方的眼睛 便很快都心领神会 顺着这些红石块不断地向前走 很快老六又发现了新的奇怪现象 那就是这些红石块像是一个路标 像是指着一个方向 玩家低头看了看脚下 还真有点像 于是三人一直顺着这些路标往前走 很快一上传送门映入眼帘 这儿怎么会有一扇传送门 老八和老六表示不是自己搭建的 玩家表示也不是自己 既然不是玩家三人搭建的 那怎么会凭空出现呢 三人更加好奇了 他们再次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以后便心领神会 无所畏惧地走了进去 进来后一股熟悉的感觉 这不是下界吗 是下界 但不是当前版本的下界 老六敏锐地察觉到 这是老版本的下界 只见一条蜿蜒曲折的红石平台 就在前方 三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便进入了下界城堡的走廊 这里几乎每走几步 都会有红石块出现 整个下界的气氛 异常的诡异 继续顺着这些红石块走 随即一个信标出现在玩家们的视野中 前不高的预警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 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三人走进这个有红石块 作为信标台的建筑后 老爸顿时感觉周围有些不妙 他总感觉有人在暗处默默地 注视着他们 玩家被老爸说得有些害怕了 三人先对周围一番排查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接着玩家便慢慢地朝着信标靠近 他拿出了稿子准备挖掉信标 可他刚回动稿子 下一秒 一个红色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信标上 玩家吓得赶快朝后退了几步 只见这个红色身影缓慢转过头来 是红色史蒂夫 接着这个红色史蒂夫发出了一声怪声后 你干嘛 便再次钻入了信标之中 消失了 玩家三人意识到危险可能要来了 他们顾不得商量 只想赶快逃离这 可突然走廊内多了大量的僵尸 这是和平模式 怎么会突然出现僵尸 看来那个红色史蒂夫不是什么擅长 玩家拼命地逃跑 没过多久 消息方便提示老爸和老六咯屁了 玩家也没能冲过多久 随即也咯屁了 三人再次重生后 他们的基地遭到了破坏 大量的红石块就出现在基地内外 本期又是一期多人创造模式 玩家与老爸和老六耗时十个小时 搭建了属于他们的假日主题乐园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先让我们跟随了玩家的视野 聆听着这只动感律动的电子音乐 去参观一下他们的主题乐园 渐渐的随着音乐声越来越小 突然消息狂传来了老爸一条消息 他说他在建筑内 发现了一个新的玩家身影 玩家和老六听后很不可思议 这是他们三个人的福气 怎么会有第四位玩家 于是二人赶快赶到了老爸所处的位置 老爸对玩家二人说 他刚刚就看到那个身影站在床上 接下来老爸的行为开始变得诡异 他不再回复玩家二人的消息 并且静止地跑出了房间 老六和玩家赶快追了出去 接下来这一幕迷之操作 让玩家和老六更是琢磨不透 只见老爸开始放置TNT 对他们搭建的建筑开始破坏 这是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老爸突然就变得如此暴躁 老六警告老爸如果再这样 就将他提出福气 可老爸依然不为所动 还在肆意妄为地破坏着 他们三人搭建的主题乐园 并且不断地用听替和岩浆搞破坏 玩家实在忍不了了 将老爸提了出去 大约五分钟后 系统提示老爸被绊了 老六感觉老爸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玩家二人很无奈 他们只能默默地对服务器进行修复 索性他们是创造模式 修复起来很快 这要是生存模式 这得修复到猴年马月去了 就在玩家静止静业地修复着服务器时 突然消息狂传来了老六急切的消息 他让玩家赶快过来 他刚才也发现了一个身影 玩家赶过来后 一番环视 并没有在这里看到有第三个身影出现 只不过老六开始不说话了 似乎跟老爸一样 行为开始变得诡异 似乎被催眠了一样 玩家打他 他都不做出反应 接着老六也开始搞起了破坏 玩家彻底崩溃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老爸和老六故意商量好整复自己的吗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服务器可是他们三个辛辛苦苦一点点搭建起来的 玩家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只能先将老六踢了出去 接着便开始再次修复服务器 前面刚刚的预警 请评评各位胆小玩家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大约修复了五分钟左右 游戏天色已进入了黑夜 他正打算进建筑内看看 可一个回头的功夫 建筑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快速闪过 玩家很确定 那像是一个玩家的身影 他立即追了过去 游戏气氛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玩家对住所内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 一番排查后 并没有找到那个黑色的身影 玩家决定 飘在空中 这样可以对整个建筑不同楼层进行观察 果不其然 他透过一个楼层的窗户 再次看到了那个黑色身影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地追了进去 又是一番胆战心惊的搜寻 最终玩家找到了那个神秘的身影 这是一个黑色外观 但是头部像是一个催眠方块组成的实体 见到玩家发现了他 他便开始直视玩家 接着玩家也开始变得呆若目击 大约两分钟后 玩家的游戏人物也开始不受控制地拿出了TNT 开始对服务器进行破坏 并且还会自动在消息框打出 Progress 屏幕前的英语学霸应该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吧 知道的请给不知道的翻译一下 在视频的结尾 这位催眠大师要玩家交出他的MC账号 而玩家竟真的开始在消息框输入自己的用户名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玩家正在与自己的朋友阿黄调查一个生存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存在的问题是 有很多诱玩过的玩家都表示 无法再加入这个服务器第二次 是什么服务器竟会让玩家如此唾弃 越玩人越少 这个服务器内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玩家决定与朋友阿黄一探究竟 进来后只见地图周围用很高的墙围了起来 并且这里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建筑 像是一个小镇一样 玩家二人决定对这里的屋子都排查一番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可经过两人长达五分钟的排查后 这里几乎所有屋子内的物品箱都是空的 这有些不太正常 随后当两人来到出生点的时候 新的异常出现了 玩家二人明明记得出生点旁边有一个箱子 这怎么没有了 玩家赶快打掉了一旁杂草 确实不见了箱子的踪影 很诡异 看来这个服务器确实有点不同寻常 当然仅仅一个物品箱凭空消失 并不能说明什么 玩家二人决定继续探索 正当两人走了没几步后 周围便传来了音乐声 两人顺着音乐传出的方向 经过了一扇螺旋式楼梯 不断地朝上走 那音乐声越来越大 当两人上到顶部时 音乐突然消失了 这真离谱 两人只得原路返回 下来后刚走出来 外面的天色便布满了重重迷雾 怎么会这样 刚才游戏内还没有这么严重的误 这服务器内天气设定 真的很反常 玩家总感觉 接下来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会出现 果不其然 当两人环视四周到天空时 突然他们在较近的一座建筑上 发现了一个身影 一眨眼的功夫便消失了 玩家与朋友都看到了 两人丝毫没有犹豫 决定爬到建筑顶部去看看 但是找了一圈后 并没有找到上去的路 就在两人束手无策之时 朋友阿黄突然想起来 这是生存模式 可以挖呀 说着两人很快就到达了 瞭望塔上方 可并没有看到什么身影或异常 两人打算分头探索 五分钟后会合 玩家队几乎可以到达的地方 都探索了一遍 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 或线索 很快五分钟到了 两人再次会合 阿黄说自己也没有任何线索 不如先下去 然后继续分头探索 说着两人就离开了瞭望塔 下来后 两人又展开对附近的探索 没一会儿后 消息狂便传来了阿黄的消息 他说他发现了 那东西还会攻击他 阿黄说自己的血条 已经到了斩杀县 情况很危急 玩家很想去帮他 但是不知道他在哪 幸运的是 阿黄找到了玩家 玩家看到阿黄后 阿黄顾不得停下来 跟玩家细说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只见他不停的向前逃跑 他让玩家赶快跟上 那音乐声越来越大 音乐 确实 玩家再次听到了 那熟悉的音乐 阿黄赶快带着玩家 跳入到了水中 随着音乐声越来越大 阿黄指了指水面上方 那个神秘的东西就在外边 不过在水里 玩家并判断不出 那是个什么东西 带他走后 两人赶快逃了出来 再晚一秒钟 可能都得缺羊隔壁啊 不过那熟悉的音乐声 好像一直在附近 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黄缆中 两人随便找了个地方 藏了进去 这里像是荒废了许久的矿洞 可顺着这矿洞一直走 很快两人又跑了出来 随即那熟悉的音乐声再次传来 看来那玩意儿就在附近 这下朋友阿黄是实在不知道往哪跑了 玩家突然想起来 自己之前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他立即带着阿黄出发 这是一个很大的楼梯 一直朝着下面走 玩家二人随后在这发现了新世界 这里看起来太壮观了 这得耗费多少人力和时间 才能搭建出这样的建筑 等等 好像前方有一个人形建筑 前方刚到预警 请评评各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两人朝着这座人形建筑不断靠近 突然玩家二人的纹理包消失了 What 这是什么情况 眼前的这个人形建筑像是一个巨大的唱片机 两人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下秒二人回头 身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玩家已经拿出了武器做好了迎战 阿黄说不要轻举妄动尽快逃跑 不要让他触碰到自己 因为他出手很快 但幸运的是 这个唱片人并没有追击玩家 而是一直追着朋友阿黄 而玩家也不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他试图跟在后面解决掉这个唱片人 但无论他怎么攻击 似乎对这个唱片人伤害都不大 没一会儿后 系统提示 朋友阿黄退出了服务器 在退出去之前阿黄发了三个问号 玩家推测这应该不是阿黄主动退出去的 为了弄清楚这个唱片人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玩家决定继续寻找他 很快玩家就上到了地面 正当他左右查探外面的情况时 突然那熟悉的音乐再次响起 一回头玩家立即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 系统提示 玩家被禁止加入该服务器13年 直到MC中的唱片机停止自动点唱为止 今天的故事跟一个实体有关 本期还是多人生存 玩家与两位朋友老八和老六 在一处雪地区域搭建了他们的雪园基地 来让我们开局先聆听一会儿 这动感的摇滚音乐 先来参观一下玩家搭建的基地 玩家三人随着这动感的摇滚音乐 也手舞足蹈的差不多了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一位新玩家加了进来 是小美 哦 看来本期又多了一位玩家 那就是四个人生存了 啊不不不不不 小美只是来客串的 很快她就退了出去 临走前她还说玩家三人都是大笨蛋 玩家是一脸懵 那么本期还是玩家三个人 停不前肯定有人等不及了 怎么废话这么多还不开始进入主题 别着急嘛 咱们先铺垫一下凑点时长 老玩家们都应该知道 这是什么生物群落以及游戏版本了吧 站在这一望无际漫天雪花纷飞的世界中 看着玩家们搭建的基地 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好吧 其实是我词穷了 那么好了 咱们也废话不多说了 很快系统提示 玩家将老六解决了 What 玩家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将老六解决掉 老八很生气 询问玩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玩家在消息框告诉老八 因为老六太烦人了 老八听玩家这样说 瞬间火冒三丈 好朋友之间应该相亲相爱 有话好商量 怎么能动不动就击杀自己的队友呢 于是老八决定将玩家 踢出服务器24个小时 而本期故事的精彩 也从此刻开始了 过了24小时后 玩家照常加入了服务器 进来后他先是在消息框向两位朋友打招呼 并且玩家向老六道了歉 但是奇怪的是 一直没有人回复他的消息 难道老八和老六还在生自己的气 可是自己明明看到老八和老六 应该就会联系自己了 并且玩家为了刺激老八和老六 还将屋内值钱的物资和装备 都装入了自己的背包 并在消息框向他们两个炫耀 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 老八和老六还是不回复他的消息 似乎这个服务器内 现在就玩家一个人 玩家逐渐开始 有心没有耐心了 他决定退出去不玩了 可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后 玩家又再次加了进来 这次进来后 依然没有人理会他 这让玩家彻底恼火了 他正想在消息框抱粗口 可突然他看到不远处的雪山上 有一个身影 但是距离太远 玩家不确定那是老八还是老六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那肯定是个玩家的身影 就这样 玩家边在消息框发出消息 边朝着这个身影靠近 可过来后 这个身影却离奇的消失了 玩家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玩 肯定是老八和老六商量好一起整自己 他在消息框向两位朋友发出消息 自己很不喜欢这样被捉弄 凡是杀不死我的 只会让我更加强大 如果你们还这样持续捉弄我 那么我们的友谊只会越来越差 玩家的语气已经很多多逼人了 看得出来玩家真的很生气 但是又如何呢 老八和老六依然没有理会玩家 就这样又过了47.89分钟后 玩家再次回到了基地 他想去农场收获点小麦和胡萝卜 然后去睡觉 毕竟天黑了 况且自己的卧室就在农场旁 可当玩家上来后一转头 有个身影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玩家先是一愣 接着赶快追了过去 卧室内什么也没有 可是自己刚刚明明看到门被打开 接着关闭 玩家一开始是想就这样退出去 再也不完了 但是他又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说不出来的感觉 于是他决定再等等看 很快他在基地外不远处的雪山腰 再次发现了异常 那是矿洞的方向 那里有亮光 说明有人在那儿 玩家再次在消极框询问两位朋友 是否在里面 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回复 他硬着头皮再次跑了过来 突然矿洞口有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那肯定是个玩家的身影 玩家绝对可以肯定 他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弄清楚 老八和老六到底在搞什么鬼 于是他气冲冲的冲进了矿洞中 进来后 只见一块告示牌屹立当场 上面写着 镜头就在不远处 镜头 什么镜头 这里唯一能去的也就是一直朝着下面走 镜头指的应该是这个矿洞的镜头吧 玩家怀着忐忑又气愤的心 朝着矿洞深处不断靠近 你还别说这里还挺深 玩家花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才到达底部 但是并没有发现老八和老六的身影 前方高能即将来袭 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感觉自己再次被耍了 他强忍着自己的怒火再次爆发 决定返回基地 可刚上来 矿洞门口外就站着一个屎地副外观的尸体 见玩家发现了他 他迅速的逃离当场 但是下意识的回头后 发现老八和老六就在自己的身后 嗯?果然是他们两个搞的鬼 玩家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决定过去质问两个朋友 但走近后 玩家愈发感觉不对劲 两位朋友目光呆滞 似乎被封印了 玩家本能的感觉情况不妙 开始朝着基地赶去 通过玩家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实体没有双臂 很诡异 回来的路上 他总感觉身后有东西在追着自己 果不其然 那个无必使力夫追着玩家进入了基地 玩家正想上前攻击他 可他消失的速度极快 玩家呆里当场 不知所措 接着自己便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 如果你在MC的时候 突然游戏中莫名其妙 多了一座这样的木桥 请不要踏上去 立刻绕路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一个大雨倾盆雷电交加的夜晚 玩家正赶往回家的路上 穿过几棵云山树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木桥 玩家不记得 之前这里有座桥啊 但是为了尽快回家 他还是踏了上去 突然一个身影一闪而逝 让我们放漫画面再看一遍 这是一个实体 它的皮肤像是某种MC方块 对 就是TNT 但是由于大雨影响视野 玩家并不能判断出这个实体的长相 并且自己是担任世界 所以这应该不是真人玩家 玩家愣在这座桥上一时不知所措 玩家正犹豫间 突然一个转头 那个TNT实体又出现了 接着它快速消失 这次玩家看清楚了它的长相 玩家吓得赶快退到了桥下 接着打开消息框发出了消息 有人在这儿吗 你好 但是游戏中除了大雨侵喷 以及雷声响彻天际以外 并没有任何人回复玩家的消息 玩家内心很恐惧 他再三思索下 决定不走这座桥回家了 于是他跳进了水中 试图游过去 可刚游了没几秒钟 接着玩家便再次被传送到了桥上 这下他的恐惧已经到达了几点 他赶忙又在消息框发出消息 询问是谁将它传送到桥上的 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他犹豫了片刻后 决定不回家了 这座桥太诡异了 可他刚掉转身躯 跑了没几步后 再次被传送到了桥上 玩家已经逐渐暴躁 他觉得有人在恶搞自己 他很生气的在消息框发出 不要再传送我了 接着躲在了白花树后 忐忑地观察着桥上的情况 但是那个TNT实体一直没有再出现过 前方高的预警 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玩家 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等了大约五分钟后 玩家也没有再次被传送到桥上 他觉得应该安全了 可正当他准备继续踏上这座桥时 突然游戏周围雷声不断 连续不断的雷声 让玩家愈发的紧张 他再也受不了了 决定拼一把 只要跑得够快 死者就追不上我 可玩家错了 那个TNT实体再次出现在了前方 玩家本能地调转身躯 准备逃跑 可又一个TNT实体出现在了身后 怎么会有两个 现在他进退两难 玩家想跳下桥去 但是他发现桥两边 似乎被放置了屏障方块 根本下不去 最终玩家只能目睹着 TNT实体朝自己开心的奔来 如果你在MC的时候 突然游戏中莫名其妙 多了一座这样的木桥 请不要踏上去 立刻绕路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